在未開始說之前 大家記得支持我訂閱這個頻道 紐卡蘇頻道 世界盃過後英超始終要開快車 在Boxing Day之後 在New Year's Eve 也繼續有英超賽事 紐卡蘇繼上場球 作客大勝利斯特勝3比0之後 這場球是主場面對著列斯聯 以為可以再得到3分 誰不知這場球最大的關鍵是在於 格林威爾遜因為有病在身 未能夠正選上陣 而令到紐西蘭前鋒的活特 是這場球打正選的 果然引證一個金火獄 就是有活特 沒有球進 這個活特上半場亦浪費了兩個 極佳的機會 尤其是第一球球 他胸口浪定在小禁區角 想說去施捨的時候 誰不知是太棒了 這球球也可以充分看到 活特的射術 是非常不堪的 所以如果紐卡蘇 能夠保住前四的話 雖然說 過往七場球連勝 這場球也斷纜了 這場球不能夠勝出 也讓紐卡蘇只能夠繼續保住第3 落後的曼城是2分 而後面的曼聯、利物浦、車路士 也是步步進逼的 所以紐卡蘇我覺得是有必要 在前線上要解決 高人威信經常是缺陣 不是傷就是病 Esa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復出 會不會在一月的轉回檔 買回前鋒 補回 很明顯的前鋒的箭頭 不是經常有波進 其實看這場球的私戀 也是非常脫胎緩骨 領隊馬樹楊賢 世界杯休戰期期間 不斷操練這隊球 令到希望後防不能再輕易失敗 果然這場球 看到 尤其是首推龍門的 龍門梅利耶 法國青年龍門 以及隊長蘇卡蘭的谷巴 還有左後衛的斯特隆爾克 幾個 都打得非常勇猛 列斯聯這場球 明明是要取得清潔 所以紐卡蘇這場球 一如以往 控制戰局 就算在主場 都是沒有甜頭的 而更加在 下半場 19分鐘 作出兩個調動 當然將這個不生壽的 當然是換走 換回哥倫威爾遜 和麥斯明出來 姓麥斯明出來 但是 依然沒有法子 勝出這場賽事 中觀這場球 紐卡蘇 七年勝的 極佳的成績 也是宣告終結 但是 都可以看到 紐卡蘇其實 打從2022來講 都是一個非常不錯的 年份 他們的得分 如果算上屆 整個2022來的計 他們只是僅持利物浦和曼城 是 這兩隊 之後 拿得最多分的球隊 過了這場球之後 將會是三天之後 即是1月3日的晚上 將會對著 阿仙奴 究竟這場硬仗 紐卡蘇有沒有法子 將阿仙奴 現在 由耶穌仔 決陣 會不會 在這場球 能夠 再敲勝鼓呢 相信星期二 我們 就會知道 到時 一定會有蔡侯瓶 了 我可以按下